事业小有成就的我 感恩社会给予我的温暖 我也梦想 发挥自己的一份热 将这份温暖传递出水 所为生活 无所为 无所爱 无所期待 我是个人的 好感动 看这个小片梳理了过往的这些年 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和体会 自己觉得自己挺不容易的 没关系 觉得想掉泪就掉泪 这个眼泪 既是对过往的 辛劳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也是一种骄傲的感受 努力是值得的 生活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小日子 这个也是要 去把它经营好的 这方面你怎么样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也成家了是吗 对 你的那个她 是怎样一个先生 特别细心 不善言谈 说的比较少 但是做的比较多 值得让人信任 值得托付的一个人 咱把老公请上来吧 好 有请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欢迎你 老公看着很年轻啊 你们俩有年龄差吗 有 你大 我大 比我大三岁 那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我们是 应该算是19年 通过网络嘛 网上认识的 那看来小天当时也是动心思 想找个对象了 是因为我弟弟跟我妹妹都成家了嘛 然后我爸跟我妈就一直催我 催我 然后我就在那个贴吧里面 发了一个中婚启示 然后他就嫁我了 然后我们大多数天都发微信 他忙其实我也忙 大家都挺忙的 只有闲下来 他可能会问你 今天上课累不累呀 我也会问他 今天你工作累不累呀 就是聊也聊不了太多 我那时候我是在郑州那边 一个大学里面 做着消防嘛 小娟当时是哪一点吸引了你 让你爱上了这个姑娘 是我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 然后小娟悄悄给我转了一万块钱 是事后我才知道 但是虽然那笔钱没有用到嘛 但是让我特别吃惊 也特别感动 其实他也没有说是让我给他转钱 我自己这家想 我觉得他很着急 他是不是可能是经济上有点紧张呀 我自己这样想 因为觉得咱别的帮不倒他 最后也没有用着 还把我锁了一顿 怎么 就是说你真傻 没点提防心是吗 就是你就一点不提防别人 我去把你钱跑了咋办 你又没见到我 就微信谈了多久见的面 差不多有一年吧 九月底 我从上海去的山东 你在上海打工是吧 对 你当时来找小娟说是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那时候叔叔阿姨说是单纯 就是要见一下我嘛 我总也要过来看一下 那你自己得想清楚啊 你这登门就像提亲一样了 都来人家家了 其实当时已经心已定是吗 对对 就想和他真诚地相处下去 是 那这毛领一来见到本人了 小娟什么感觉 然后我爸就也是把我爸 他自己比较多虑的事情就讲给他听 就说你看我们小娟身体就这种情况 然后也怕他家里人反对 他就说我的事我自己就做主了 然后我爸说那可没法说 他说那你回去工作了 你回家了 那是不是那你反悔 那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是不是 也没什么好约束 对 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把户口本拿来 我们直接我俩把证领了 这样可以了吧 就这样给我把证了 对 然后呢就领了 然后过年的时候 今年过年回家 他就我们因为他爸爸跟他妈妈都 年纪很大了嘛 其实他中途也给他爸爸提 就说是就说我们俩就想结婚 就提这个事 提这个事 但是他爸爸就说 等你回家来再说 我也很迟 因为他爸爸过年 就直接把户口本给他了 就领证了 然后你是辞着职来到 小娟生活的城市吗 对 就直接来我们这 因为我爸爸也说 就你必须来我们这工作 因为我爸肯定不放心嘛 就想着把我放眼前 他看着还怕人家欺负我 就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小娟这一路走来 真的离不开爸爸妈妈 对你的培养和支持 是 你看你从小这种成长的过程 他们给你的正能量 我相信小娟心里肯定有很多 想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是吗 对 我们的镜头会记录你的心声 你就对着那个镜头亮灯的镜头 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 老爸老妈 我都三十多岁了 从来没有对你们表达过什么 爸多亏你跟我读书 可能换个家庭 就不是现在的刘小娟了 我特别感激你 跟我妈 能够跟我上学 给了我一个有爱的家庭 感谢你们为我付出的一切 老爸老妈我爱你 今天小娟来到我们新布兰枪门 也是带着幸福心愿的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你收拾幸福心愿了 来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我学校的孩子能够有一套投影设备 好 谢谢请回来 投影设备帮助孩子们来学习是吧 通过有这种投影设备 或者通过线上比较好的一些教育资源 可以给他们有一些好的教育机会 好 那今天我们帮帮团的成员 怎样帮助到小娟 这个他们俩的爱情啊 刚才我也看明白了 这个男的对那对女孩 就是崇拜 对小娟 他的爱是来源于崇拜 因为这个女孩确实很有能力 他的能力啊 实际上比普通人要高很多 他只是比较遗憾 他这个身体有样子比较遗憾 这人生总有点遗憾 但是你其他地方都是很完美的 思想 智慧各方面都很棒 我作为一个眼科医生 我没人目眼科呢 就特别支持你这个幸福心愿 愿意帮助一千元 来帮你买这个投影衣